可惜死了 高长公狡化 这下又想追查高长公的下落 恐怕就更难了 高长公之所以能够逃脱 是因为在大忠哉府里有内奸 兄长 可知内奸是谁 把内奸给我抓起来 亲从 且慢 父亲 兄长可有确凿证据 寡人早就怀疑 昨晚的刺客根本没有得手 为什么高长公还会有钥匙 能够打开大门 所以寡人就派人查询 在我卧室窗外的草地上 发现了这个 好 这不是青索妹妹衣服上的丝线吗 姑父 青索冤枉 寡人猜想 是不是在那刺客来之前 已经有人进过我的房间了 果然不错 夫君 是我请青索到房间里聊天的 你们是从窗户进去的吗 大仲宅 请不要责怪姑母 我 青索昨夜 一直和小弟在一起 我想是有凑强 也许是青索在跟嫂夫人进入房间画家常的时候 有丝线掉落 被风吹到草丛 也无不可 大司空 我知道你对青索妹妹很好 可这事关军国大事 你可不能 请兄长明察 昨日深夜 小弟还与青索在园子里看清醒 哦 当时寻陆的侍卫也看见了 小弟危罪 是青索将小弟送回了客房 后来还听到有响声 青索担心兄长和嫂夫人的安全 才冲了出去 被刺客挟持 青索 你要跟兄长说清楚 这叛国之罪 你可是担不起的 姑父 青索冤枉 大司空可以为我作证 还请姑父明察 那你今日骑马出府 去了哪里 我 我 只是听说 兰陵郡王 乃齐国第一美男子 想一睹风姿 青索 都已经嫁人了 怎么还如此放肆 不知道收敛点 好 就算这两件事四弟替你解围 还有一件事 你要给我解释清楚 姑父尽管问 青索 知无不言 言无不尽 你回府禀报 高长公要袭击大中宰府 者我派人保护大中宰府 这调虎离山之际 好让高长公趁机袭击世了 好 青索冤枉 青索 从没想过要背叛大中宰府 我只是听到他们这么计划 我拼了性命磨开绳索 偷了一匹马逃出来 好给府里报信 或许 是那齐国人故意说给我听 他们知道 我听了以后 一定会赶来报信 我说为什么 我逃跑的时候 齐国人都没有来追我呢 原来是这样 你可知道撒谎的下场 我知道 兄长 青索一见女流 是非不便 中了敌人的圈套 也未必可知 小弟兄 以青索女流之辈 怎么会那么轻易的 就从狼窝里逃出来 分明是高长公 想接青索的口 将假消息传递给兄长 青索不明所以 才中了计则 还以为 是在替兄长出力 看来青索的退路 司弟已经安排好了 小弟不敢 只是就事论事 如果兄长还有疑虑 尽可把青索关押审问 小弟毫无怨言 是啊 大种仔 这里面疑点重重 是该向青索妹妹问个清楚 我冤枉 还请辜负明察 来人 父亲 不要 押下去 姑母 夫人 姑母 夫人 姑母 醒醒啊 姑母 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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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尔实指 只有定数 是为惊吓所指 惊吓 对 夫人平日体质便虚弱 一时惊吓难免昏厥 小人开个方子 多吃几副药吧 对 夫人平日体质变虚弱 小人告退 你们还是早点回去休息吧 嫂夫人疼 难道你还不明白 夫人是在护着这丫头 这次看在你的面子上 我可以不追究 从今以后 你要好好管教这丫头 再出什么差错 唯你失问 是 小弟明白 姑父 我想 留下来照顾姑娘 去吧 小弟告辞 小弟 今天可真是心惊肉跳 再多等一会儿 只怕我也会像 嫂夫人一样晕倒了 阿姨 喝茶 这个清索妹妹 到底是怎么了 他跟齐国真的没有关系吗 怎么会有那么多巧合啊 谁知道 整天就知道给我惹麻烦 你怎么跟变了个人似的 刚才在大厅的时候 还不顾一切地维护清索妹妹呢 这会儿又冷言冷语的 这叫婉儿实在有些看不下去了 婉儿 你这话 听上去有点犯酸 今天的情形你也看到了 我要是不出来打个圆场 兄长他可怎么下台啊 哦 如此说来 你还是为了大中仔着想 要不是大中仔 把这个圆青所许配给我 我哪儿来那么多麻烦事啊 以后 就要靠你了 好痛啊 你干什么 别动 你 你放我下来 你 吃了 这是什么呀 你是怎么回来的 大人是骑马回来的啊 难不成我还能走着回来啊 装糊涂 我是问你 高长弓怎么会那么轻易地放我回来 你想好了再告诉我 要不然 你会比死了更难受 你怎么知道那个就是他 你又没看过 他面具下面那张脸 你 你干嘛呀 没想到 你竟然还会智商啊 用不着说好听的来讨好我 我看你是越来越聪明了 我是治不了你 只好把你交出去 看看大总仔怎么处置你 恐怕 大总仔现在 也没那个心思吧 这府里上上下下的人 全都病倒了 可为何 难道你没事 怎么 你怀疑我 是怀疑过 不过现在不 为什么 刚才我看见你把药倒掉 想来你是在装病 所以才会怀疑 不过我后来一想 你这个人这么狠毒 如果想要杀人的话 大概也不会用这么不爽快的方法 你看看 看来这高长弓 还真是颇有魅力 怎么 人回来了 脸色红润不说 人也肆无忌惮起来了 你说 这高长弓是给你吃了什么毒药 叫你当个如此趾高气昂 你瞎说 要是那个什么 兰陵王给我吃了什么毒药 我哪里还能回得来啊 你快说 你可知道 大总仔的救急是什么 还有夫人 他到底得了什么病 大总仔一直有心痛的毛病 平时靠吃药养着 很少发作 夫人有轻微的哮喘 今天早晨一下子加重了许多 好几次 差点背过气去 这病倒是怪得很 总之 来者不善 你好自为之 现在 宇文湖闭门谢客 我该怎么把殿下 要袭击大中宰府的假情报 报告给宇文湖呢 还是 先告诉宇文雍 不行 他这么狡猾 一定会看出破绽 反正 离天黑还有一段时间 我还是找机会 告诉宇文湖吧 你有事吗 从昨夜到今日 你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那你先告诉我 镇魂珠到底是怎么回事 不然 我就向大中宰告发 是你下毒 所以这府里上上下下 才会有那么多人 救急复发 反咬一口 厉害啊 不过这毒可不是我下的 我也不知道自己 为什么没有中毒 如果你要是想 诚心陷害我的话 现在就可以去场 大中宰告状 至于镇魂珠 你不就是因为镇魂珠 才嫁给我的吗 什么 你难道没有听过这句话吗 镇魂一出天下静 离商鸡眼百事横 得到镇魂珠 就可以拥有一头天下的机会 这么重要的东西 谁不想得到 几个月前 房间突然传说镇魂珠 传现人事 就在大司空府 嫁给我进入大司空府 不正是拿到镇魂珠 最好的方法吗 天下 这天下跟我有什么关系 再说了 我为何 会为了那不着边的天下 嫁给你这种人 说得跟真的一样 那你还记得 你从前是怎么想的吗 这 我宇文雍从来没听说过 扫夫人还有个侄女 你出现的太突然了 我怀疑你 芭城是齐国派来的细作 我随你怎么想 毒性发作了 可惜我竟不能救你 你宁死也不肯说出我的名字 我却无能为力 夫君 夫君 求你放过青锁 放过青锁 放过青锁 青锁 青锁 姑母 我在这儿 我在这儿 青锁 姑母 姑母你放心 姑父没把我怎么样 请姑母放心 孩子 你没事就好 姑母不相信 你会帮助大周朝的敌人 我 都是我不好 青锁 你是我唯一的亲人 你不能再出事了 你要好好陪在姑母身边 姑母 姑母对不起 对不起都是我不好 没事 没事了 姑母 好了孩子 嫂夫人怎么样了 已经醒了 都怪我连累了她 刚才谢谢你出面替我解围 你只是连累了她 你连累了所有人 你好大的胆子 我 我没想过要你帮我 要是你不情愿 那 你完全可以不用帮我 你不帮你 我不帮你 现在你只怕已经被关在了牢房里过着暗无天日的日子 就算被关进牢房 那也是我自己的事 自己的事 别忘了你的身份 你可是我大司空府的测试 一人得到 鸡犬升天 一人负罪 株连九宗 倘若你牵连了大司空府的其他人 你让我怎么向他们交代 你可以休了我 那样我就跟你毫无瓜葛 不会再连累你了 休了你 当初可是你赖着要加进大司空府的 你以为大司空府是什么地方 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吗 你能不能少拿我的过去说事 再说了 我根本就不记得我自愿做你的什么鬼策事 谁能想到这么柔弱的一个人 拥有一张这么让人心生涟漪的脸 却能做出这么无法无天的事 你可知道通敌叛国是个什么罪名 我累了 没有心思与你争论 你给我听好了 这种错误只能犯一次 如果再有下次 别说是大中宰了 就是我也不会放过你 你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 齐国是我们的敌人 你做了什么 你 原来你都知道 那你为什么还要帮我 句句确凿 替我隐瞒 我这么做有我的理由 没有必要告诉你 但是你给我记住了 如果再敢帮助齐国人 我会毫不留情把你的所作所为公主于众 到时候 就算是皇上 也保不住你 既然你知道了 那你为什么还要救我 不如 你现在就去告诉大中宰呀 好你个原青所 你就是这么报答你的救命恩人的 我一而再再而三地救你 为了你 我连权倾朝野的大中宰都得罪了 换来的却只有你这么一句话 你做什么 这是谁给你的 看来你还真是不死心呢 你 你放开 你不许碰他 原青所 看来这首饰来历非浅 难不成是晴郎送的 别忘了 在我没修你之前 你还是周国大司空府的侧师 你给我记住 还是那句话 你记好了 乖乖听话 乖乖做你的大司空府的侧师 没有我的命令 不准你离开大主宰府 以后 再也不可行差踏错 惹是生非 你们不都说 我对你一见钟情情深四海吗 那别的男人送我的东西 又怎么可能辱得了我的眼呢 也是 也是 那既然 不是晴郎送的 留在身上也没有意义 便交给本司空 来 你 你放开 这是我最值钱的东西 我凭什么给你啊 你人都是我的 何苦区区首饰 你堂堂的一个大司空 难道缺少宝贝吗 你凭什么跟我抢 你的东西数都数不尽的 你何苦跟我抢呢 好吧 好吧 就算 我把这首饰赏你了 原青锁啊原青锁 你可不知道 这件事给了宇文户多大打击 不过 你也是越来越让人看不透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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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静虎 你觉得夫人是去做什么 这个 卑职不敢妄加揣测 她真是越来越奇怪了 主上的意思是 你有没有发现 自从清锁来到福利以后 夫人跟以前有些不一样了 卑职只是觉得 夫人比以前更牵合了 哦 还有好像 就是话少了 也许是为清锁姑娘担心 所以才 但愿如此吧 这福利上下 你都给我好好地盯住了 有什么动静 马上来报 是 我只想离开这里 离开阎谋 离开血腥 就算拿不到手帕 找不到阵魂珠 也无所谓 有殿下就够了 殿下呀殿下 幸亏苍天保佑 你安全地离开 明日就是你我约好的日子了 我现在只想快快地离开这里 哎 真是 快点 就这几天的时间 就算日夜赶工 也来不及把东阁完全改成玉须罐哪 你就尽力吧 道长对咱们大宗宰服有恩 大宗宰只是叫咱们把东阁按照玉须罐的样子改成无尘狗 没叫咱们两天修建一座无尘罐给道长就知足了 哎 那这么说 这道长真要留在咱们大宗宰府了啊 哎 咱们 无尘阁都修好了 你说呢 当然是留下了 这么晚了 姑母身体又不好 这个时候去做什么 小雕啊小雕 你终于回来了 你知道没有你的日子 我有多想你吗 走 咱们回家了 我们回家喽 飞丢的鹦鹉 怎么看上去好像不像 嗯 管他的呢 明天我就离开这里了 不许喊 杨丸 你干什么 我只是有事情想要跟你问清楚 我可不是大种仔 到头来还是放你一马 只要你敢出生 我就笔手一送 好 我不喊 你有什么话 说 大家都是姐妹 我有话就直说了 姐妹 你不当我是姐妹正好 我的话也就更好说出口 我要你选 你要么交出震魂珠 要么离开大司空 你说 你选哪样 哼 你口口声声的姐妹 原来就是这个样子啊 可见 你为了跟我成为姐妹 费了不少心思吧 废话少说 你是要震魂珠 还是要宇文雍 我想你是忘了 我是化了失忆症的人 过去 我或许真的见过震魂珠 不然 也不会有那么多人来追杀我 不过现在 我是真的不知道 这震魂珠究竟是个什么东西 我也从来没想过要得到它 至于 宇文雍 想要 就拿走 你 怎么 你不是一直想跟宇文雍在一起吗 甚至不惜一切代价 来陷害我 要除掉我 我现在就杀了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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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喂 我还没有伤到你呢 你就做出这副样子 难不成 是想恶人先告状 我的疼 疼好疼 你 你不要吓我 你以为这样我就会放过你吗 你醒醒啊 喂 原庆所 你给我醒醒你别装了 醒醒啊 醒醒 夫君 都这么晚了 还出去 我刚听到鹦鹉叫 以为是小雕回来了 就出去找 结果还真是小雕呢 夫君你看 女人就是女人 你跟了我这么多年 怎么心思还花在这些东西上 夫君说得极是 且身无能 不能为夫君分忧解劳 夫君还在为高长公的事烦心 其至是烦心 这次高长公可让寡人丢尽了颜面 夫君威震朝纲 一次小小的失忆 那些大臣们 不敢说东到西的 倒是皇上 皇上 就跟先帝一样 忘记了是谁把他们捧上去的 想要肆意妄为 也要看看自己的实力 我倒觉得 事情没那么简单 大中宅府里一定有细作 那夫君打算怎么处置青所 不会杀了他吧 夫人之见 你忘了当初 送他进大司控府的目的了吗 那夫君的意思是 现在有个人是越来越琢磨不透了 夫君是指四弟 嗯 他放着当今的皇上不去讨好 反而整天窝在我的大中宅府 尤其是今天 你看他情真意切为青所求情的样子 不知道的人还真以为他跟青所情深异常呢 可是青所和四弟感情不是很好吗 他们只是在人前做做样子 四弟今日看似为青所求情 实际上是为了给我一个台阶下 我本来还想让你看紧青所 现在看来 四弟一个人就够了 夫君 就这么相信四弟 信不信 就看你怎么做 啊 啊 啊 这是哪里啊 我怎么会在这儿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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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所姑娘 你可醒了 夫人很担心你 特地派奴婢过来照顾姑娘 哎 哎 语文雍呢 啊 吴辰哥已经修缮完毕了 大中宅让大司公和颜姑娘前去观看 这会儿恐怕在吴辰阁呢 哦 那吴辰道长 真的要留在大中宅府 是啊 吴辰道长是咱们大中宅府的大恩人 留下来府里有个照应 姑娘你等一下 嗯 哎 那个严婉为什么要杀我 这到底是为什么 哎呀 头好痛啊 秦所姑娘 你怎么了 还是不舒服吗 要不要叫大夫过来诊治一下 啊 我没事没事 嗯 对了 姑母她现在怎么样了 夫人已经好多了 鸭鸭一早就熬了粥 特地给青所姑娘也端了一份 谢谢 嗯 嗯 对了鸭鸭 在我家去大司公府之前 你就一直这样照顾我吗 是 一直都是鸭鸭在伺候姑娘 那 从前的我是什么样的 我是两个月前才见到姑娘的 那时候姑娘比现在稍显瘦弱 心情也不那么好 心情 那又现在糟吗 你奴婢看 现在姑娘心情好得很 一点都不像晕倒的病人 嗯 我要早知道晕倒之后 只能吃粥 我就不晕倒了 鸭鸭 你也知道 我患了失忆症 那你可否 给我讲讲以前的事情 我的事情 嗯 您是夫人的亲侄女 一直由夫人雇人在乡下抚养着 后来乡下水灾 夫人才把姑娘借到府上来 再后来姑娘与大司空一见钟情 便由皇上指婚 嫁入了大司空府 那然后呢 姑娘平时不喜欢跟奴婢这些下人们讲话 却喜欢待在马厩里 马厩 是啊 夫人责备过姑娘好几次呢 可姑娘还是悄悄去马厩 把自己的点心也带过去给马儿吃 还有 姑娘有张帕子 上面绣着两只萤火虫的 天天不离手 一直戴在身上 那 那 你可知道 我告诉你那块帕子的来历了吗 还有那上面 除了萤火虫还绣什么了吗 嗯 好像 还绣着一朵花吧 鸳鸯也记不太清楚了 那帕子 姑娘珍贵得很 从来没让奴婢们碰 那花 长什么样子 奴婢只记得那花的样子有些特别 其他的 就记不清楚了 姑娘怎么了 没什么 现在是什么时辰了 回姑娘 现在是卫时 嗯 卫时 给 那你就先出去吧 我一个人能行 是 可恨的余文雍 竟然将帕子藏起来了 罢了 帕子 不是很重要 重要的是 我要想办法离开这里 然后 再去与殿下会合 姑娘请回 我不过是闷的话 出来透透气 出不去怎么办呢 好 脚门 对 这附近一定有脚门 哎 原来像乌尘的老道士是假扮的 他们有脚门 那天 对 我应该有脚门的老道士是你 我应该有脚门的老道士 延晚拜见师父 原来他是湘巫臣的徒弟 起来吧 谢师父 这大种宰府里人多嘴杂 为师不是跟你说过 没事别往我这儿跑 婉儿谨遵师父教诲 只是刚得了几件真品 急于献给师父呢 这是南海珍珠 西域熊胆和雪山人参 把这珍珠磨成粉涂在脸上 可令肌肤富有光泽 熊胆和人参一起熬汤 滋养宁神 具有油内而外的养颜功效 难为徒儿 给为师带来了这么多宝贝 能为师父做事是徒儿的福分 徒儿高兴还来不及呢 其实这些 都是我在作家山庄搜罗来的 我爹让我传话给你 想问问震魂珠的进展 把手伸出来 这珍珠粉你拿去外服内用 滋养容颜是最好不过 是 师父 这个烟瓦也有被整到的时候 看它怎么办 怎么了 瓦儿 突然脸色怎么这么难看 难不成是责怪为师 糟蹋了你的宝贝 师父恕罪 瓦儿不敢 这镇魂珠的事情 为师自有分寸 以后不许再提 倒是你从你父亲那儿 给我拿来这么多宝贝 又是为了什么呢 徒儿的心思还能瞒得住师父 上次师父失往生咒之前 都肯给我一副解药 现在师父在大中宰府 已是位高权重 还请师父给徒儿做主 前段时间 大中宰府上下得了大病 原来是他们惹了事 婉儿 跟为师讲话还绕弯子 直说不就得了 要不是你在大中宰府 两进两出 跟在原清所身边 那么长时间 你都没有找出 镇魂珠的消息 这不还得为师出山吗 师父恕罪 是原清所两次误打误撞 坏了我的大计 婉儿没能力 婉婉狂澜 是弟子的错 又是这个镇魂珠 这到底跟我有什么关系 你推得倒是干净 到底是原清所误打误撞 还是你想借刀杀人 婉儿 这个你自己心里清楚 弟子知错 起来吧 谢师父 找机会 我跟原护说 让他把你指给原护 多谢师父 只是 婉儿还有一事相求 莫不是叫为师 帮你除了原清所那个丫头 师父料事如神 徒儿佩服 你呀 怎么就被一个情字迷住了眼睛呢 不过话说回来 这原清所到底是真诗意 还是假诗意呢 弟子曾几度跟原清所交锋 如果他的诗意是假的 以弟子的天分 绝对可以看出来 所以 弟子认为 他的诗意恐怕是真的 人可以诗意 也可以找回记忆 师父 有了好办法 过两天 我便陪着宇文护 给原清所下一副猛妖 他得意不了多久了 搞不好 他还得付出生命的代价 多谢师父 你陪我去皇宫看看吧 是 这个颜婉品味真差 怎么就看上了宇文雍 不过 这道人说的 他跟宇文护 要给我下的那副猛妖 是什么 总之不是什么好事 三十六计 走回上策 我看他 我看他 是什么 他 那是 这道人 我看他 不得了 这道人 是 有 我看他 你 有 我看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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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 我看他 他 我看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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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思欲文庸 要想起来追我 管保你摔个金光灿烂 谁叫你不把帕子还我 你不告诉我 现在也无所谓了 蓝灵王马上就带着本姑娘 离开这个鬼地方了 啊 啊 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我来早了 啊 殿下 殿下 你快点来吧 带我离开这里 离开这个是非之地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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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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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给我一个解释了吧 你想听什么 我想听你说 为什么私自出府 为什么穿的花枝招展的苦手一夜 为什么 看见我就露出这副表情 大司空 什么时候开始关心起 我的行踪了 我在你眼里 不是可有可无 让你避之不及的吗 我和你的关系 大家心知肚明 好 你倒说说看 你跟我 是什么关系 我是宇文户送给你的女人 你怎么可能会真心接受 你怕我监视你 怕我有阴谋 怕我看穿你的野心 你表面上对我不错 可暗地里却放任严婉欺负我 伤害我 我根本就不是你大司空府的测试 我只是你的诱饵 是你的敌人 宇文雍 你要是不喜欢就别要 何必 平白浪费人家一生 那你说说看 我有什么野心 是怕被你看穿的 你自己心里清楚得很 现在反倒来问我 我累了 我不想跟你纠缠 等了一个晚上怎么会不累 你不想跟我纠缠 我倒想跟你纠缠 我什么也没等 我等什么了 你到底想怎么样 我想怎么样 你说我想怎么样 你不是自以为很了解我吗 你你走开 你都知道些什么 又为什么不去告诉你姑父 原青锁 你对我怎么样 我心里很清楚 你果然跟以前不一样 竟懂得用这招欲擒故纵来吸引我 好吧 我就配合你一下 欲擒故纵 贵在恰到好处 纵得多了 反而使得其反 你说什么欲擒故纵 我根本就没那心思想着怎么对付你 你以为你是大司空 所有人就得为你花心思讨好你吗 你未免也太自信了吧 你既然不喜欢我 既然这么讨厌我 为什么要还原我在身边 放我走吧 我答应你 我走了之后 绝对不会再回来 让你消失 有很多种办法 可是现在不是时候 你当我大司空府 是什么地方 岂容你说来就来 说走就走 宇文勇 你别逼我 原清索 是你在逼我 如果你刚才不说那些激怒我的话 或许我还可以放你走 可是现在 除非我点头 否则你这辈子都别想离开大司空府 你放手 放手 原本我还以为 殿下会来带我走 那只一夜之间 得到的全是相反的答案 一切都成了噩梦 殿下你可算回来了 情况怎么样 敌人大军已经到了边境五十里范围内 李将军按照吩咐已经调兵前将 正在交场等候 长公 事不宜致 需马上发病 换马 备甲 是 长公 洛宇 来不及多说 我想让你派人帮我跑一趟长安城 长安城 对 我本来答应清索 昨夜子时在长安城西大门等他 可我生命难为 所以我来不及告诉他 就返回了大齐 我在返回的路上为了躲避关卡和宇文户的追杀 浪费了很多时间 洛宇 我必须上阵杀敌 所以 清索姑娘 对 这次把兄弟们救出来 多亏了清索姑娘 好 你放心 我一定会告知清索姑娘 可是 你已经耽误了和清索姑娘相见的时间啊 清索不在大中宰府 就在大司空府 只求 能找人见到清索 替我告诉他 我并非不守承诺 实在是情势所迫 等我处理完战事 我立刻会去接他 嗯 洛宇 你要还当我是你表兄的话 就不要去 林渊兄 表兄 长公 长安城可是敌国的渡城 洛宇一介弱智女流 怎么能一副千军万马 你为了原情所可以付出一切 可是洛宇 不行 表兄 就因为是一介女流 才不起眼 我乔装打扮 混进长安城 应该不难 我不准 夫人也不准 夫人让我给你带话 情况紧急 长公势必会让你去通知原情所 倘若你帮这个忙 夫人 从此不再认你这个媳妇 洛宇 不是你去 你派名亲信前去即可 你去太危险 千万不要 殿下 马备好了 我去 我去 你去 我去 你去 去哪儿 长安城 长安城 大将军不是说不让您去吗 殿下也只是说请您派人去 您自己去太危险了 凤儿 没有多少人认识清索姑娘 为了长宫 再危险我也要去 我一定要尽快找到清索姑娘 我不能让长宫分心 清索姑娘 大司公让奴婢过来传话 说马上就要开宴了 请姑娘过去呢 原清索呀原清索 你怎么竟然憔悴成这样 宇文雍看到我这样 一定很得意 我不能再任人宰割下去了 宇文雍 等着瞧 我来说 你怎么没有 好 别说 我来说 她来说 给她做个小事 我来说 你们让她们解讯自己了 你让她们解讯自己了 我来说 你为什么要来说 我来说 不不给你的 寡人已经上报皇上 封道长为护国法师 圣旨不日可到 那贫道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清索参见姑父姑母 清索来迟了 虽然这事出有因 还望道长见谅 为何道长无尘阁俊功 清索特意备了一份薄礼 不知合不合道长心意 其万物兮超自得 为性命兮任去留 好自 确实是好自 道长云游四海 事业和心胸 自然是旁人所比不得的 只有姬康这类风流人物 道家真言才衬得上 清索卓作 还望道长孝纳 姑娘的一番心意 贫道心灵了 只是贫道老迈 哪急得上 姬康鹤立鸡群呢 这俗话说 丈夫为智 穷当义奸老当义壮 一清索看来 道长你还年轻得很呢 清索姑娘果然是会说话呀 道长不嫌弃就好 好了好了坐下来 是 看你气色不错 病犬好了吗 多亏夫君悉心照顾 对了道长 我常听人说起 大司空面相不凡 必定不是凡夫俗子 确有此事 那么敢问 这是怎么个不凡法 大司空天庭饱满 地阁方圆 其实小女子也等一点点面相 这面相看起来好像是 帝王之相 智贵之荣 怎么会呢 这帝王之相 可不是凡人能有的 清索妹妹 这话可是大不敬啊 要照婉儿看 大司空虽然风流倜傥 可要说帝王之相 帝王之相 我可没说 夫君只是相貌端正 想来 只是福泽身后罢了 你这侄女 可越发厉害了 让我管也不是 不管也不是 倒让道长看笑话了 偏道也不是外人 只是清索姑娘 你双目寒情 长了一双桃花眼 怎么 刚才零牙俐齿呢 现在 没话了 还是 又在打什么歪主意 好一句帝王之相 至尊至贵 你以为凭你几句话 就能影响我南威吗 有没有人说过 你确实 长了一张俊美非常的脸 不过 这么一张俊俏的脸背后 却藏着一颗肮脏的心 你 把话说清楚 我的心怎么就脏了 你的眼神确实跟以前不一样 是什么让你改名的 就因为你等人没来 玉文勇 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一直在耍我 那天晚上 我悄悄离开大中宰府 你明明就已经察觉到了 你还假装睡觉 好跟上前来看我做了什么 想找机会来嘲笑我是吗 被你发现了 还是说 你变聪明了 快告诉我 那天晚上 我到底去等谁了 我谁也没等 你把帕子还我 你得说话说话 想插开话题啊 省过状怂 你等的人没来 才又想请我要帕子 不轻寡异 君子一言四马难追 你 难道想出尔反尔吗 那要看你的表现 你也答应过我 要回归听话 我不会再相信你了 你会那么好心吗 快点把我的帕子还给我 那可能对我想起过去很重要 我不能这么糊里糊涂地活着 更不想 参与你们的勾心斗角 既然你认定本司空 没那么好心 那我也不知道 那个帕子去哪儿 你托住我 无非就是为了这魂珠 但他根本就不在我身上 所有人都在冤枉我 对 我知道了 是你 是你在陷害我 我讨厌你 我怎么会陷害你 我怎么舍得陷害我 刚刚那老道说你这是桃花眼 还真是恰当 终究我也是个男人 面对着这样一双桃花眼 又能把持到几时呢 你放开 你放开 你 余文佑 我告诉你 我从来没有对你斗过半分歧 从前也没有 现在也没有 以后更不可能有 你明知道我的一切行动 可您并没有告诉余文护 为什么 因为你表面上 虚与尾仪 实际上 你跟余文护 根本就不是一条心 我今天所做的一切 无非是想告诉你 我知道 余文护一直在提防什么 也知道你在掩饰什么 她随时 可能会对你起疑心 就像你随时可能下手 把她除掉一样 你在威胁我 真是笑话 别瞎想啊 在我的眼里 你只是诱饵 诱饵的使命 就是哪怕牺牲自己 也要完成主人的任务 诱饵永远威胁不到主人 松口 宛儿你怎么来了 哦 我只是在大宗宅府里 到处走走 对不住 打扰二位雅兴了 那 我先告辞了 你 你这里没事吧 我不知道 我哪儿来的那么大的恨意 也许是身世未明 身陷危难的孤期无助 也许是因为蓝陵王的失约 总之 我将这股仇恨 全部宣泄在了 宇文雍的身上 下一步我该怎么办 现在至少已经警告了宇文雍 搅动了这潭水 接下来 我应该到哪里 去寻找我的身世呢 清索姑娘 刚才和大司空演的那出戏 真是不错呀 道长 都看到了 不但看到了 还找到了这个 我明明放在房间诊不下了 你怎么搜我的房间呀 大宗仔命令贫道 彻查府中怪病的原因 贫道不得已而为之 看来这枚戒指 是清索姑娘的心爱之物啊 你还我 姑娘 我还你可以 但是要回答我一个问题 镇魂珠在哪里 镇魂珠 大家都知道 在新婚之夜 清索姑娘出了点意外 失去了记忆 可是 即便如此 我也还想请清索姑娘 好好想一想 镇魂珠 到底在哪里 你认为 我的失忆是假装的 假装不假装 贫道不知道 不过贫道知道 即便是失忆之人 在万分危机的时刻 你总会想起过去的事情 你想干什么 明人面前不说暗话 贫道只想要镇魂珠 如果清索姑娘执意不肯 那么可能会大火临头 到时候 你失去的不仅仅是这门戒指 我确实不知道 镇魂珠在哪里 不过 道长 来到大宗宰府的方法和目的 清索 倒是一清二楚 哦 说来听听 之前 府里的人生病 就是你那乖徒儿 严婉下的肚 之后 道长就来到府里 假借一碗浮水 治好了大家的怪病 其实这碗浮水里头 已经下了解药 凭此 道长便可以在大宗宰府里 呼风唤雨 我倒是一直不明白 像道长这样 面相不凡 气质脱俗 本是不该贪恋 这些富贵浮云之事 现在我才知道 原来 道长要的是镇魂珠 清索姑娘真是 冰雪聪明 玲珑剔透啊 可是清索姑娘 你知道此事 似乎也晚了一点 因为我已经和 语文护达成共识 恐怕你再把这些话 跟大宗宰说 大宗宰也不会相信你 频道奉劝姑娘 还是乖乖说出 镇魂珠的下落 否则 姑娘会过上 生不如死的日子 我现在过的 就是生不如死的日子 清索姑娘 你就那么不顾及 自己的性命吗 原来我这条命 这么重要啊 为什么大家都想要我的命呢 不过 我原清索 只有这一条命 你想要的话 就拿去 怎么 舍不得杀我 是怕杀了我就再也找不到 镇魂珠了吧 不过我倒是很好奇 道长已经是护国法师 可为什么还要找着镇魂珠呢 频道得到镇魂珠 当然 频道也有自己的用处 只是姑娘 与其把镇魂珠交给别人 不如把镇魂珠交给频道 也许这样 会远去很多不畏的牺牲 那 既然这样 清索 就把镇魂珠交给道长 这镇魂珠 确实在大中宰府 我已经 把它放在了那里 你 来人 来人 到长 吩咐下去 原清索 就是下毒的人 我 放开我 走 放开 干什么呀 你 大中宰 你看看这枚戒指 你看看这枚戒指 巫石 不过是一枚普通戒指 这确实是一枚普通的戒指 只不过频道 在这戒指上 发现了毒药粉的残渣 戒指很适合藏夺 只要将戒面打开 就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 将毒药放在水里 饭里 甚至空气里 而这枚戒指 是贫道在清索姑娘的房间里 找到的 这应该是清索姑娘的随身之物 清索 你的戒指上怎么会有毒粉 现在我就算说 这毒不是我下的 大中宰府生病的是 与我无关 还有用吗 原清索 你就不怕你公公伤心吗 大中在息怒 清索姑娘可能年少无知 被人唆使也未尝可耻 无臣道长 真是太可惜了 您来得太晚了 要不然 我也会请你尝尝 这可以发了怪病的毒药 原清索 你这样做 是故意跟寡人作对 清索不敢 清索忘记了过去 成为了别人的棋子 别人的诱饵 被摆布 被抛弃 我去完全不知道这其中的原因 与其这么活着 还不如 成全了道长 来人 把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丫头 给我押上去 姑父 谢谢你 来 走 走 走 进去 住上 是 寡人 寡人不是跟你说过 你只是寡人的棋子 如果你完不成任务 你就是棋子 大种仔 既然已经知道无臣道长在撒谎 却依然要把我关起来 看来大种仔是真的 要把我当成棋子了 你这么聪明 那你就猜猜看 寡人想说什么 想做什么 清索不知道大种仔如何想 我只想 要回自己的戒指 哦 你深陷淋雨 不顾自己的安危 却想着那枚戒指 可见那枚戒指 对你有多么的重要 只可惜 那是你下毒的证物 没有那么容易 回到你手中 清索斗胆 清索想与姑父做个交易 果然斗胆 不过把人喜欢快言快语的人 说 我负责找回镇魂珠 姑父负责找回我真正的身世 你的身世 对 只要姑父将我的真实身份 据实已告 我必定找回镇魂珠 双手奉上 你根本不分辨 毒不是你下的 故意让我把你抓进牢房 就是想置于死地而后生 还是你投靠了宇文雍 再跟他一块演一场好戏 我的命都已经是你的了 难道你还怕我逃跑了不成 好 寡人就把知道的都告诉你 看你有什么本事找出镇魂珠 你是两个月前来到大中宰府的 两个月前 对 夫人说你是她寄养在乡下的侄女 那如果这么说 姑父对姑母说的话也并不十分相信了 相不相信又有什么关系 你是我的棋子 跟其他的人一样没有区别 果然是大名鼎鼎的大中宰 心机深厚 我看你为人乖巧 母子也出众 不仅令皇上惊艳 也让四弟一见倾心 于是我就安排皇上为你和四弟赐婚 你便顺理成章地住进了大司空府 随时准备待命替我找到镇魂珠 看来镇魂珠真在大司空府 巧得很 在你出现之前曾有江湖传言 消失了七百多年的镇魂珠 显示了 而其隐藏的地点就在大司空府 所以说 姑父与姑母交给我的任务 并非仅是宇文雍那么简单 真正的目的是 进入大司空府拿到镇魂珠 本来你是一枚好棋子 却不太听话 清婚之夜 大司空府怪事频发 先是黑衣刺客出现 接着你迷失了本性 逃出大司空府 而江湖上更是消息叠出 镇魂珠消失了踪迹 大家认为 是你找到了镇魂珠 并带出了大司空府 姑父也以为 是我把镇魂珠藏起来的 不是我认为 是大家都这么认为 所以姑父觉得 我是另有其主 才将镇魂珠藏了起来 不交给你 有没有藏匿镇魂珠 恐怕只有你自己才知道吧 我对镇魂珠毫无兴趣 更何况 自我失忆以后 也只有你对我说过 当我是棋子 你要利用我拿到镇魂珠 再之后无人来找过我 寡人已将你的身世全盘告知 至于镇魂珠究竟在哪里 你还是好好想想吧 可是 我还是没能把以前的事情想起来 不急 你还有不到一天的时间 去想镇魂珠究竟在哪里 行刑是明天的五天 行刑? 对 斩首是珠 如果你想不起来 就逃不过弃子的命运 不是我不救你 是寡人 从来不留没用的人 不 不 姑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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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仇仔 哎 明天五十就要醒醒 我到底该怎么办 宇文雍 她会救我吗 蓝灵王 只要我能出去 我第一个就要去找殿下问个清楚 为什么施约 可我 还能出去 清索妹妹 怎么突然被大仇仔给抓了起来 她为什么要这么做 跟大仇仔作对 那是她自找的 听说清索妹妹被押在密牢里 你说她会不会有性命之忧 反正也是大仇仔送给我的女人 大仇仔想让她死 难道我还会去拦着吗 我可不想自找麻烦 哎呦 你真这么想的吗 你这么聪明 明哲保身 总不会不懂吧 都什么时候了还明哲保身啊 你也得想想办法救救清索妹妹 毕竟你们也是夫妻一场啊 夫妻 对我来说 她只不过是个女人 跟其他女人没什么区别 阿佣 婉儿 你真善良 要想你想 我可没功 阿佣 这丫头 自从成了亲以后 就没有消停过 现在居然搞出这么大的乱子 她真的是不想活了吗 夫人别着急 等主上回来了 就能问清楚了 夫君 清索已经承认是她下毒了吗 这就是你的好侄女 请夫君明察 这孩子脾气是有点古怪 可也不至于下毒害人呢 再说她下毒做什么 她想害谁 她想害的人 就是寡人 她不但在大中宰府下毒 更是传递假消息 声称高长公 要派人来袭击大中灾府 让寡人防不胜防 才让高长公 有机会逃走 可是 那也许是清索担心夫君的安全 才中了齐国的算计 切身以为 这件事可不像看上去那么简单 再说 清索是皇上金口预言许配给大司空的 这件事可大可小 一定是有人故意设的局 拉清索做陪葬 目的是要陷害夫君于不义啊 不必多说了 武臣道长 已经从原清索的身上 找到了下毒的证据 原清索自己也供认不讳 寡人已经下令 明日午时 将原清索问斩 夫君 夫君 怕是其中有冤情 我求你 求夫君下令延迟行刑 我去找清索问清楚 看其中是否有蹊跷 令下 无悔 夫君 夫君 来啊 清索是我的侄女啊 有人送回方君 是 就你赶在我的份上去查明吧 夫人 夫人 她是我的侄女 夫人 求你了夫君 求你了夫君 夫君求你了 主上 夫人看来只是疼侄女心切 并没有别的举动 有没有异常动静 到了明天才知道啊 大司公 请 皇上 司令 你来了 朕听说 清索被宇文护关押在密牢 明日处斩 罪名是下毒 是 这个宇文护到底想干什么 千军万马放跑了俘虏 放跑了兰陵王高长公不说 朕 对他已经仁值一己 他现在居然把矛头指向了清索 指向了大周的大司空府 皇亲国戚 嗯 是 皇上稍安勿躁 你想想 袁清索是谁的人 可是大中在印鉴的人啊 四弟 你也认为 袁清索该当除蝉 臣弟愚钝 现在还没弄清楚大中在 到底想要做什么 一个失了意的弱女子 怎么可能会有理由下毒 她与大中在府 有什么深处大恨 四弟 当时你也在大中在府 一面看 这个毒是不是清索所为 皇上是想救她 一文虎 无非是要对付你我兄弟 既然是你我兄弟的事 就不需要去伤害无辜 皇上 小不忍则乱大不忍 朕 连一个女子 朕的弟媳都保护住 还有何也没 去等这个皇上 能不能救她 那就只能看袁清索的命了 皇上 答应臣弟 有所为 有所不为 江山为主 指我心长 四弟也 那是 大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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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司空 真是豪气啊 这么一大桌子的菜 一定花了不少银子吧 只可惜明天我就要死了 吃了也是浪费粮食 你就那么喜欢死吗 这一切不是正合你意吗 我要是死了 就再也没有人爱大司空的眼了 我看你是死性不改 俗话说得好 江山一改 秉性难移 我要是走了 大司空岂不是逍遥自在 无拘无束了吗 我也没想到这么快就能摆脱你 原青所你听好了 你最好乖乖听大种仔的话 否则就算你是我宇文雍的女人 我也救不了你 看来大司空跟大种仔还真是兄弟情深啊 不过这个菜可比大司空府厨子做的菜好吃多了 女人嘛 我的府里多的是 如果你不是嫂夫人的侄女 我也不用来看你 好好吃完这一顿 这死了以后也不用做饿死鬼了 不过你真的不想要镇魂珠吗 说不定啊 这镇魂珠真的在我手里呢 我不在乎天下 更不在乎什么镇魂珠 想出去 原青所你赖张赖错人了 宇文雍 这一次或许我真的出不去了 所以以后你好好保重吧 这一切都是你自找的 好啊 那么我原青所与你宇文雍 就一刀两断 两不相亲 原青所 你就那么想离开大司空府啊 甚至不惜一切 老月之灾 杀头之罪 这都是我自找的 但愿我不会带来你 所以从此以后 我与你无瓜无隔 恩怨消除吧 该怎么办 青所明天就要被除斩了 我却一点办法也没有 夫人还是跟主上求求情 鸳鸯也觉得 青所姑娘是您的亲侄女 不可能下毒呀 再说了 当时青所姑娘也生病了 也是喝了无尘道长的符水才好的 就是无尘道长找到了证据 可父亲对我避而不见 我该怎么办呢 青所该怎么办 青所该怎么办呢 夫人 主上 夫人好像很伤心 在房里枯了一整夜 没有其他动静 一部房门都没出过 也没去看原青所 是的 一部门也没出过 连饭菜也是鸳鸯送进房里去 看样子 夫人是在等主上回去 好为青所姑娘求情 宇文雍呢 大司空在见过青所姑娘之后 就回到客房里看书了 没有任何动静 继续看着 直到明日行星为止 主上真的要助长青所姑娘 他死不死 要看他的运气 运气好 把以前的事情想出来 找出镇魂珠交给寡人 他就不用死 否则 弃子无用 属下不明白为何要杀掉青所姑娘 青所姑娘虽然是失忆了 可是总会有一天想起来 如果杀了她 那所有的真相 不就无人可知了吗 你跟了寡人这么多年 怎么这点事情还要寡人说清楚呢 宇文玉 宇文雍 包括寡人的夫人 以及天下想得到镇魂珠的人 谁不将目光盯在原青所的身上 寡人明日要杀原青所 必定是天下大王 寡人就是要用原青所的命 找出每个人的破绽 主上高明 原来主上使的是 一剑四雕的好戒 其一 看皇上对主上是否有举动 其二 看大司空对主上是否忠心 其三 对于夫人嘛 主上可以分辨出夫人最近的变化 是否有意外之意 其四 把这趟锐剪浑了 这样就可以趁机查出镇魂珠的下落 这样原青所 死的才有价值 来 好像走错了路 怎么在半山腰上 那条路 才是去中国的 哎 叫我们埋伏在这里 说是打击高长宫的救兵 怎么等了半天就来了个女的 你又不是不知道 只是提防高长宫有救兵而已 来个女的更好 杀 来 你们想干嘛 干嘛 不要碰我 我是兰陵王的未婚妻子 是未来了兰陵王妃 谁敢碰我 兰陵王不会饶鬼你们的 你是兰陵王的王妃 那我就是兰陵王 我没骗你 兰陵王不会饶鬼你们的 等等 我看这女人不是一般的女人 没准她说的是真的 先把她交给叶户 为什么 这女人我要了 她又逃不了 等叶户亲自审问清楚 再给你也不迟 带走 不要碰我 放开我 放开我 你们放开我 走 放开 快 放开我 快 快走 快 参见业护 这次突厥大军 出其不意袭击齐国 抢到了不少的奴隶 你 现在居然抢到了 这么漂亮的女人 看来我们这次 真是不虚此行啊 启禀叶户 这女人说她是 兰陵王的女人 不要 不要碰我 我是兰陵王的准王妃 你敢动我 兰陵王 一定会来找你的 兰陵王 你可知道说谎的下场 兰陵王会来救我的 兰陵王 她若来便罢 她若不来 我会让你生不如死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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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李宗盛 刚才究竟是梦 还是说我找回了以前的记忆 那这魂珠真的是被我偷走的 我当真是原情所望 等等 连宇文户都说 我是两个月前才出现在这儿的 也就是说 他们所有人说的话当中 都有两个地方是一样的 第一 镇魂珠确实在我手里 第二 大宗宰夫人从前 并没有提及到我这个侄女 也就是说 我是两个月前突然出现在府里的 所以 除了我是宇文户的棋子 奉命到大司空府去盗取镇魂珠 这个身份之外 那我真正的身份又是什么呢 不 我不能这么死了 还有谁能救我出去呢 对了 严婉 这个阿勇 口口声声说对原情所不在意 却没了人影 难不成是口是心非 想办法去救原情所了 大司空您看 那盒花多好看 你 美儿 这花哪有你好看啊 大司空 你来得正好 我与美儿谈得正欢 参见颜姑娘 既然是舞姬 就不应当留恋美景 自当勤奋练武以期出人头地 怎么 姑娘是认为自己火候已经到了 不需要跟其他的舞姬一样了吗 奴婢不敢 我马上去秦家联系 奴婢告退 聊得好好的 妹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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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是何苦呢 阿勇 我不是想饶你的雅兴 只是清索妹妹五十教被处斩了 要想个办法救她才行啊 是她自己成人下的毒 我有什么办法啊 大司空真这么薄情吗 婉儿 我宇文雍的情只给值得的 我倒要看看这次元清索如何逃出生片 告示 范妇元清索于大中宰府下毒 毒人害命 并勾结齐国蓝陵郡王 携其逃窜 证据确凿 判决今日五十斩首已尽校游 要处决大司空府的测试 她不是才嫁给大司空没几天吗 怎么就处决了 大中宰府可是她的娘家 她怎么可能向大中宰府下毒呢 蓝陵王可是咱们大周朝的敌人 怎么会协助蓝陵王逃跑 这又是 你说的就是人 这又是什么孩子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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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呦 我还以为妹妹在牢里 吃不上喝不上呢 看来姐姐这番心意算是白费了 大司空送的 怎么 你羡慕啊 你喜欢就拿去啊 但我是什么 剩饭冷菜 谁稀罕 那如果 剩下来的是人呢 想必姐姐就不会不要了吧 你 姐姐是专门来看我的吗 当然 不然呢 不然 就像那天晚上 在大中宰府的后花园 你拿着匕首问我 是交出镇魂珠呢 还是交出宇文雍 然后 在我晕倒之后 假装好人 把我送回了房 当时四下无人 就算我说给别人听 别人也不会相信 平时举止文雅的严婉姑娘 竟然会做出这样的坏事 竟然会做出这样的坏事